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來我們新淫透視 怎樣?子健在新淫嗎? 是啊,你有沒有看到周信的物體? 這本是我早幾天去看舞台劇 其實我為何會留意這個舞台劇 香港話劇團? 我知道,你看到一個美女 《2029追殺1989》 其實我看了《杜小蝶》 不是,《圖小蝶》 在這裡的劇場會客室介紹 所以就特意去看? 咦?可以啊 我看大家都很少看劇場會客室 很少的 只有幾十個人看 你不要這樣串人 所以就鼓勵大家 多點點去附近,我們是鄰居 除了西人透視之外 都可以看到劇場會客室 但不要不看我們 兩邊一起看 我被他吸引了 我就去看這套劇 《《2029追殺1989》 如果大家現在看到這個節目 還有《非賣》 因為他的復活節也繼續做 這麼厲害? 賣得出復活節也 賣得出不是很多 尤其是2號、3號很缺 很缺是甚麼事? 很缺人 很多像郭富城演唱會當年一樣 只有半滿 這樣就很可憐 我突然間就有個心 就應該幫他說一下這個舞台劇 這個第一個 不是 誰是第一個 這個就是這個 我經常說 像周迅那個 對 我又把錢給你看一下 這個 有三個女主角 其中一個就是性工作者 你說像周迅那個 長頭髮這個 很美女 還有這個 這個比較好看 這個比較好看 你拱了嗎 拱了 拱了不拱了 自己看 另外兩個 這個故事就是給這三個 其實從女性主義角度都可以分析 是 你說一下女性主義法 先說一下 不如我們說 怎麼是《2029追殺1989》呢 1989到2029是相差的一年 你算不算得到呢 哇 三個數學 30 所以說你真是天才 四個年 是啊 答錯了 發生的時間就是 2029年 即是未來 他一開始的時候就是 2029年 當時的香港是一個什麼處境呢 這個處境呢 香港的處境是一個什麼處境呢 即是2029年的時間 即一開始的時候 還未選特首 還未選特首 當然 那個劇裡面是一個大有錢人 你可以當他是李嘉誠 大有錢人 他就是有錢有權有勢到一個什麼地步呢 是批判整件事 即是很有政治性 即是很適合我們 即是我們新人透視 即是那些人去看 就是他有錢到 他買起整個維港 將維港填平了 哇 哇 哇 鄭宇華最喜歡的 對 即是鄭宇華 林鄭月娥 那些朋友 填平了整個維港 就叫做 不知什麼 盛世之都 整個維港變成 是不是很天會 天曬 名誠 厲害 即是李嘉誠 正是李嘉誠 原型就是李嘉誠 但是這個故事 一寫就寫 他就跟最漂亮的這個美女 即是這個 剛才大家看過這個 那他有錢當然找到美女 這個就是性工作者 那就是這樣 他就 等人錯摸 就是他要跟性工作者 發生親密關係 原來不是 這個大有錢人 找性工作者來做什麼 他原來要跟他懺悔 即是李嘉誠 就覺得自己做了很多壞事 就來死了 他就寫了一封悔過的書 給李嘉欣 給李嘉欣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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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性工作者去做他的見證人 你說多麼悲良 其實也很悲良 他找不到其他人做見證人 為什麼不找神父 不找牧師不找神父 就是找了一個性工作者 是不是很慘 找不到其他人 不是的 他身邊只有一個朋友 我覺得基督徒寧願 應該要找性工作者 不要找我們做牧師 為什麼 幫到他 性工作者反而幫到他 對 真一點 目撕假 這也有個思考的空間 為什麼李嘉誠臨死之前 他竟然要找一個性工作者 做一個懺悔 我們這集的時候 如果李嘉誠死了 純屬巧合 就不要帶親 別以為我們謀害他 警察要把他拿回去 那些 沒有的 那就跟他懺悔 那他懺悔什麼呢 最主要兩件事 就是殺了 原來李嘉誠 就是劇裡面的人 就是那個有錢人 殺了他第一任的老婆 以及第二任的老婆 都是他找人去殺了他 而造成好像意外 即是那部電影 即是古典樂那部 哪部 意外 真是 這個性工作者 聽完之後 當然是很驚訝 機緣巧合之下 他就透過一個徐爾門 叮噹那一隻徐爾門 多拉A夢那一隻 就去了2009年 即是分開多少年前 又考了你的數學 30 又錯嗎 2029 不是2009 當然是20年了 什麼30年了 又計錯了 天才 天才 二十年前 就看到他的第二任老婆 是啊 很好戲 第二個女主角出場了 第一個女主角就是性功學者 第二個女主角就是李嘉誠 即是有錢的 第二任老婆 就是周海旋 周海旋 是 亂說而已 他就跟第二任老婆說 喂 我就是來自20年之後 開頭當然是不信 又很難理解 諸如此類 經過了一輪的巡視之後 性功學者 就說服到第二任老婆 讓他相信他 原來 你老公是不是叫做什麼 第二任老婆 是啊 我現在老公就是叫什麼 原來 你之前有第一任老婆 他是不是意外死 他說是意外死 然後有性功學者 不是意外死 你啊 其實是 被人暗殺死 你就是死 就是今晚 就行雷 又成 是不是很過癮 這個劇 於是第二任老婆 就決意跟這個性功學者 發生關係 不是 這樣就爆了 這樣就真的爆了 不是 不是 他跟這個性功學者 一起回去 2029 那裏 是 就希望 不是 回到再之前的20年前 是不是呢 那些數字都加了 舊了 即是多少年前 即是多少年前 你說什麼 又見到第二任老婆 回到再20年前 30 多少年 30 甚麼30年前 再回到20年前 即是20 即是20 即是多少年 不知道 2009回到20年前 哇 2009回到20年前 這個數字很深 甚麼呢 六四嘛 20周年 上年 1989 所以這個劇 的劇名就叫做 《2029追殺1989》 就是這個意思 他要再回去找 第一任老婆 即是剛剛 她是20年20年 這樣找 找第一任老婆 就是希望 拯救這兩個女士 即是透過性功學者 第三位女士 拯救 之前 被謀害的 兩位太太 兩位富太太 那當然 即是在時空穿梭裏面 發生了很多的 錯母 那些 錯母 脆怪 你是甚麼人 我不信你是40年後回來的人 諸如此類 是 找找找 結果呢 請不拯救到 即是 那兩個女士 有沒有被殺了 而那個 性功作者 她那個 人生 有沒有被改變 就要看這個劇 才知道 劇裡面 其實是 一個很重的 即是你這樣聽我說 是一個很奇情的故事 是嗎 奇不奇情 奇奇地 是一個奇情的故事 畢竟是一個時空穿梭 隨意門 即是我們回去過去 回憶 拯救我們的將來 拯救我們的今日 諸如此類 因為你表現得好像這麼悶 我已經說到 這麼天花龍鳳 天花亂墜 這些表現得這麼悶 其實 到底能不能夠拯救到 即是我們會不會透過回憶 透過回過去 能夠拯救到我們今日 甚至乎 它是扯到 正如我剛才開始說的時候 他那時 二零二九年 香港是變成了一個 甚麼的都市 就是連維港都被填平了的都市 連維港都沒有了 那時已經是 到底 當這個性功學者 改變了這所有事情之後 那個大有錢人 是不是一如他 即是 我以為性功學者 即是成為觀音 接著 第二節再跟大家說 還說嗎